前天有網民在網上貼出一張加拿大的新港式甜品店的招聘廣告 上面就清楚列明住香港來的新移民 Stream B或者暑假公請密擾 姐姐 竟然寫出華人與狗 不是 是香港來的新移民Stream B或者暑假公請密打擾 姐姐 正如Licky姐自己說 她說今次因為這個廣告 就令到全世界的香港人都知道這件事 這個招聘廣告在西方五眼聯盟的國家 就幾乎可以百分百 肯定是一種歧視的事件 以澳洲為例 所謂歧視就是以下的事情 而受到被別人不利的對待 這些事情就包括 身份 種族 文化 民族本源 宗教 身體特徵 性別 性取向 婚姻 子女養育 或者經濟的狀態 年齡 能力 或者是殘障 就有了以上的原因 而受到被別人不利的對待 就是叫做歧視 故知今次的Licky姐 她在一個招聘廣告 就說到香港來的新移民 Stream B 就請勿打擾了 當你說到香港來的新移民 加上Stream B 就是對這批人的身份 種族 文化 或者民族的本源 在招聘的事情上 被別人有不利的對待 如果在加拿大的Stream B 新香港人 要將這件事鬧帶到法庭 Stanley就真的抓唐記甜品店的老闆 好運 說回Licky姐 在她和王麗文的Live的片當中 她就在慢地道歉 但是最初的時候 她的道歉 只是和她的老闆道歉 就正如片頭所說 她一直都說自己是沒有歧視 加拿大Stream B的香港人 假設Licky姐是沒有說謊 即是說在文化的差異上 Licky姐是做了一些歧視的事情 最糟糕就是連去自己 歧視了人都不知道 其實Licky姐這一種事件 並不是一件單一的事件 而在這條片 Stanley特別是指出 在評論Licky姐 今次涉嫌歧視的事件當中 其中的一個 很受香港人歡迎 包括Stanley 都很喜歡看她的YouTube的KOL 就是以下下來所說的傑斯 她同樣是犯上了很嚴重的海外新香港人 或者和唐B風暴的Licky姐一樣 歧視了人都不知道 努力告訴別人 我是香港人 我不是鬼國人 告訴別人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Hong Kong and a Chinese Licky這次很努力 去告訴我們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hinese and a Hong Kong 用你的行為去表現給別人看 你是一個 Chinese的時候 一看你就知道你是 Fucking Chinese 我們就要告訴別人 用我們的行為 用我們的表現 告訴別人 我們是香港人 Stanley跟很多上了年紀的香港人一樣 之所以關心香港的政治 就是因為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而最喜歡的香港KOL的節目 就是快必和傑斯的三點維權 故此當這兩位主持人相繼入獄 Stanley就再沒有聽D18的節目了 事關到最後 深爺和惠寧姐都走了 故此當傑斯離開香港去到加拿大 重新開MAC的時候 Stanley真的覺得是九巷逢金路 是恩切的期待 去每一天的新節目 此外 Stanley跟很多海外的香港人一樣 在2020年7月國安法生效之前 Stanley就會跟澳洲朋友這樣說 我是一個Australia Hong Kong Chinese 澳籍香港華人 又或者叫澳籍中國香港人 但是自從國安法生效之後 我就再不會告訴別人我是Chinese 只是告訴別人 I am Australian Hong Konger 澳洲的香港人 其實這一種的轉變 或多或少 都是跟傑斯的看法一樣 就正如這件T-shirt一樣 I am Hong Konger not Chinese Stanley相信 在加拿大的香港人就會說 I am Canada Hong Konger 英國就會叫UK Hong Konger 海外的香港人 之所以要在英文上 Defensiate Hong Kongers from Chinese 要跟中國人去分別出來 對Stanley來說 並不是支持港獨 而是不喜歡大陸 破壞中英聯合聲明的50年不變 強行將港區國安法 塞進去基本法的附件三 故知Stanley在澳洲 和人說 I am Australia Hong Konger 是絕對沒有歧視中國人的原因 更加不是支持港獨 而是想保持自己 香港人的身份 文化 甚或因為要分別 自己不是大陸的中國人 Mainland Chinese 所謂自己香港的民族本源 是跟大陸的中國人不同 英文有句說話 Unity in Diversity 多元性中的統一 又或者中文人所說的和而不同 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海外 好像在英國 加拿大 或者澳洲 這些五眼地方 都是強調多元共融 就算似一打緊張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 就好像澳洲外長所說 我們都在鼓勵他們 和平地表達自己的不同政治看法 故知當傑斯 在他的最新那兩條片 去評論加拿大多倫多那間甜品店的 力奇姐事件 特別在part 2的conclusion 最最後兩三分鐘裡面 就連續講了五次鬼角和F Chinese 中文的意思就是說 用鬼角和四次的粗口罵中國人 而去把香港人和大陸人分別出來 Stanley就認為 傑斯在這一段時間 可能是看不到自己的盲點 在某個程度 和今次Stream B 港人事免受到歧視事件的主角 Licky姐一樣 當他晚禁話 要和他的店主公開道歉 但依然說他自己是完全沒有歧視 Stream B的港人 同樣今次的傑斯 在他第二條片的最最後三分鐘 連續五次用鬼角和F Chinese 那如果是Youtube做片 根本那個影響 就和Licky姐登廣告是沒有什麼分別 也都是歧視了人 而自己是不為意 那其實在過去兩三年 Stanley一直留意一些 教授歡迎的香港的Youtuber KOL Stanley就發覺 當這些KOL剛剛離開了香港 比如好像老蕭剛剛去到台灣 又或者曹總剛剛去到英國 以及今次的傑斯去到加拿大 當他們做片的時候 他們所說的粗口 比如曹總去罵林鄭的時候 用到女人的新籍器官來罵他 又或者老蕭 他也是罵林鄭的時候 用了一連串的粗口去狂軍林鄭 以及今次傑斯都是一樣 在最後三分鐘五次地嚴重 罵中國人是鬼國和F-Chinese 這些都是新移民到海外的香港人的一種大忌 其實幾個禮拜前 傑斯有一個節目 就在考慮究竟應不應該繼續說粗口 青年人被警察禁住 又或者721 那些無差別被白衣人攻擊 831太子站那種恐怖情況 和傑仔近距離中槍 以及理大圍城 當時Stanley的心痛到不知感 在那段時間 Stanley真的很喜歡聽黃毓民的節目 原因就是有很多粗口 在那個時間聽粗口 其實Stanley就真的感覺到 好像聖經詩篇裡面那些詩人大唱哀歌 是告訴上帝聽 同樣Stanley是明白 新移民 好像老蕭、曹總 甚至乎今次的傑斯 特別是傑斯 他是坐完階 受了很多的屈辱 而離開香港 但是當傑斯去到加拿大 或者曹總 去到英國 以及老蕭去到台灣 如果你對比 依然留在香港 因為各種的原因 不能夠離開香港的香港人 要說粗口的 是應該留給香港裡面的香港人去講 這個意思就是說 無論是曹總 老蕭 或者是傑斯 以及在這幾年 藉著BNO5加1簽證 或者加拿大和澳洲的舊山艇 開香港的香港人 雖然很多人 會在新的地方適應裡面 特別是文化的差異 而感到文化上的衝擊 而不舒服 又或者好像那些古意識的人 當他們離開了埃及圍牢的地方 在抗野的漂流 他們就想回在埃及裡面 又或者好像深井的蕭鵝 避風塘的賴尿蝦 三十多元的港式早餐 還有那杯的港式奶茶 但是就忘記了上帝一直保守去地 包括今集裡面的傑斯 就正如之前所說 Stanley最喜歡那兩個香港KOL 除了傑斯 就是快必 對於快必這個時候 依然在香港的監獄裡面 聽開三點維權的觀眾 包括Stanley 是一點都不會驚奇 但是對於傑斯 能夠從香港 去到加拿大再次開咪 對於有信仰的朋友 相信你都會和Stanley一樣的看法 是上帝的恩典 再直白說 往後的日子 很多香港人 特別是海外的香港人 是會繼續聽傑斯的節目 故此傑斯現在是這種新的環境 他就要必須海外多元文化社群裡面的dynamic 當今次傑斯 在Defensier Hong Kongers from Chinese 這件事情上 而五次用到鬼國和F Chinese 那你對那些ABC BBC 或者CBC 又或者Hong Konger 他們那些子女 是另外一半 即是那些媳婦的女婿 傑斯究竟知不知道 有幾多他們的父母 都是Mainland Chinese 好在結束這一條片 Stanley依然用回澳洲外長 王英賢去那一番說話 作為這條片的終結 希望傑斯能夠看到上帝的恩典 掩蓋他在這幾年所受的痛苦 去到加拿大 繼續成為香港人之光 支持澳洲外長 繼續成為香港人之光 支持澳洲外長 支持澳洲外長 去到加拿大 可以